我們差不多開始了 這個Talk要講的主題是關於在Guiar方面的Meta Programming 那先相言要查一下 請問各位有寫過Guiar的舉手 然後再相言要查一下 各位知道Meta Programming是什麼的舉手 其實大家也不太清楚 那沒關係 所以我們會先做簡介 所以我們先來做一些introduction 簡單來說初淺的分類在Meta Programming這個東西 Meta Programming有幾個想法跟中心思想 就是說我們希望拿程式來產生程式 或是我們拿程式來控制程式 就是說我們拿程式修改程式 並且執行它 那這樣有什麼 這樣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可以看一下有幾個系統 各位如果有寫過C的Macro 有嗎 知道嗎 C的Macro它其實是屬於 某一種的 某一個能力的Meta Programming 那我們會稱它為它是一個Test-Based Meta Programming的系統 那它的能力不會像其他語言 不一定比它原強 因為它其實只能做一些字串上的代換 對不對 像C的Macro 一定只能做一些字串上的代換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這種 簡單的產生程式 那另外一種比較強大的系統 我會稱它為 AST Level的Meta Programming的系統 那它能夠提供你的東西就是 我這個語言本身能夠提供你 我程式的AST 我Program一份Code 那你會拿到這一份Code的F-CX3 那你可以操作這個F-CX3 然後來完成你要做的Meta Programming 就是你操作它 產生出你要的特定的程式 所以你是拿程式產生程式 那在一些比如說像是 Nisp這些語言 或是Julia Julia這邊對Meta Programming 是使用這套系統 就是AST Level的Meta Programming的系統 好 那 概念基本上就是 Meta Programming把程式本身 就Program本身 就是你的Code本身 視為一種Data 那 既然它是Data 就可以做一些資料結構上的操作 它是Data就有資料結構 那資料結構是什麼呢 資料結構就是 剛剛前面提到的AST 你把你的程式 用樹狀的資料結構表示 那它是資料結構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操作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 你知道的Method 你可以對它 拔掉Tree上的一個Node 或是把Tree上面加一個Node 這種事情 OK 所以 Meta Programming想要幫助你的事情 就是 把你的程式 視為Data 然後我們來操作這個Data 來呈呈出一些 奇奇怪的程式 好 那在Julia裡面怎麼完成這件事情呢 Julia這邊呢 有一個Type 就是資料結構 叫做ESPR Expression 這個Type 那它是用來表示 Julia裡面整個AST的資料結構 好 欸 這個資料結構 可以看一下我們怎麼產生出一個 ESTR的這個 這個Type 好 好 舉個例子 在比較新的就要版本 就是0.7以上 那 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字串 字串裡面擺著我們的程式 這個程式可以很大 也可以很長 那 以這個case來說 我們就是簡單擺個字串 這個字串裡面做個加法 就是一支程式嘛 那 我們 用meta.part的這個function呢 來幫你 拿到整支程式的 AptrSynthetrix 好 所以看一下它長成這個樣子 呃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叫這個東西稱為Ema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Type 它的Type 它的Type是一個Julia裡面內建的Type 叫ESPR OK 好 所以呢 這個資料結構 一定有什麼欄位 它是個資料結構嘛 那它裡面也會有欄位 那欄位包含一個head跟一個art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點 實際操作給各位看 這是我們的Julia的Show嘛 對不對 那 首先呢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程式 它是用自創 就是你的程式是一支自創 就是可能一種文件途進來一個自創 那你可能會一加一這種東西 然後 可能寫了一個反諧恩之後 二加二啊 隨便啦 好 然後 欸為什麼它的二會這樣 我按到什麼 按到什麼 哇 好 然後呢 啊我們怎麼把它轉成我們的資料結構 experiment的資料結構 用Parse這個東西 Parse OK OK 好 對我按到什麼 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做 我先做最簡單的 應該是有什麼誤會吧 簡單來說如果你的程式是一個自創 那你這樣去Parse它的時候 你就會拿到一個experiment 好 那我把它這個變數存起來吧 就是有個變數叫e 那這個e的形態呢 hyper oh hyper of e 這個e的形態呢 它就是一個esp 欸後面看得到這個字齁 看得到嗎 OKOK好 好 那這個e的形態有什麼 記載了什麼樣的欄位呢 它有一個head OK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R 那它其實就是個樹狀結構 那這個樹狀結構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樹狀結構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expression 那有一個function 有一個dump 可以幫你 可以幫你 浏覽這種樹狀結構 你看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加法的code 加是一個function 它做了一個functioncode 那functioncode裡面 後面跟著兩個參數 是1跟1 所以就是我剛剛的1加1 OK 好 所以你的程式被表示成 esdr這樣的一個type OK 好 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 你的程式已經變了一個資料結構 它是data 所以我們就拿來操作它 好 那 如果你的 如果你已經拿到一個esdr expression 那 請問怎麼執行呢 其實也很簡單 呃 各位應該很好理解 就是比如說我有一個expression 那我有一個function 叫evl 就可以執行它 OK 這個function應該在其他程式語言中間很常見 像javascript也有evl OK Python好像也有 OK 好 好 那 你當然在evl之前 就是你在執行程式之前 你當然可以改它 比如說 像我們剛剛就是把這個 1嘛 對不對 1加1 然後我們去跑它 它應該是2嘛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改它的資料解構 剛剛看到了它的 呃 OK 比如說我們覺得 這個加號方圈code不好 我們要換掉 比如說把它換成 減 好 這邊 好 換成減了之後呢 那我們的 我們的expression 就變成1-1 OK 那我們覺得第二個算數不好 我們要換掉 換成比如說 42 OK 所以就變成1-42 這時候呢 你再跑它 Evl 好 好 所以就拿到了護士形 OK 所以你現在是在操作 你的code 你在產生你的code OK 這是我們心中想像的meta program 好 很簡單 然後還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伸出 還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伸出expression呢 那你可以直接扣expression的 constructor 那它的 constructor長這樣 OK 這個很失敗 就是說 我去這樣做 那你就會拿到一個2加3的expression 好 那或者是你可以來一點用這種符號 冒號再加上括號 這個動作叫quoting 那上下來說它只是個sugar 它只是個synthes sugar 那如果你想要多行的expression 那你要必須做一個quoting的動作 用個quote的plug把它給要包起來 好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拿到多個expression 應該說 比較大一點的expression物件 好 可以做給各位看 比如說 他知道我看到 比如說 嗯 我們今天有1 1 等於 嗎 然後裡面做的是 x等於 1 好 這樣 不要疑啦 x等於2 好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我的expression裡面 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就長成 他的 他的 他的head 是做assignment 然後你assignment 一定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一個x x x這個 variable 然後再來呢 他的第二個參數就是 x要assign成2 好 很簡單 好 就是做這種事情 有跟上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漂亮的printing 一個expression 這邊有兩個function 讓各位玩看 各位有 回去有機會就試試看 現在一個人就dup 一個人就是show s espr 然後s expression呢 其實就是disk中的s expression OK 那他們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一個東西 接下來要各位補充一個東西 叫做single single type 好 single type是什麼呢 single type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視 你可以把它視為某一種 自串的常數 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single 欸各位有寫過ruby的人嗎 沒有 那各位有寫過lisp的人嗎 有有有 好 這個single 這個single呢 julia就是從lisp這個語言 寄成了single這個概念 這個type下 那 113 那有寫過ruby的人嗎 也沒有 好 沒關係 其實呢 各位如果有寫去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它就是 這個single julia就是從lisp的single這個概念寄成下來 或是你在 在ruby裡面會叫它atom OK 好 所以就你看起來覺得它像是一個常數 它像是一個內化的人 欸 簡單來說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自串的常數 那 你冒號開頭的一個自串呢 它就是 在julia中就是稱為sing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樣 這樣是一個single的常數 冒號負 那它的type呢就是個single 它的type呢就是個single 那single 那single會用在哪裡 用在expression中來表示 identifier的時候 很常見 當然還有用在其他地方 但是 在於一個expression中 我們來表示 表示一個identifier 表示一個variable 表示一個function name OK 那這時候呢 你在expression的那個物件裡面 你會看到它用一個simple的方式儲存 好 那你的simple也可以去這樣做construction OK 很簡單 好 那比如說 像剛剛做的這件事情 如果你 如果你宣告了一個expression 那理念做的是一個x等於1 那這個x呢 是一個identifier 那它儲存的時候就會是一個 這個simple 可以介紹好 那同理 我們在修改這個expression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把某個東西 改成一個simple 它在最後 在執行的時候就會是 一個identifier的概念 在執行的時候就會是 比如說那個x變數 OK 那比如說 假設我們希望這個expression 就是被改成x等於y這種動詞 好了 那就是這樣寫 那整體的程式就會被改寫成x等於y OK 可以接受 所以simple simple現在這個時候 好 那 接下來介紹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interpolation 那interpolation呢 是一種 是其中一種動態產生expression的手段之一 像剛剛看到我們要產生各種expression 是不是 我們要產生各種expression 是不是可以就直接 把它的x裡面的一些變數換掉 換掉這種事情 那 實際上呢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interpolation 來產生你的各種expression 好 比如說 你在外面有個變數叫做x等於42 好 你在外面 在你正常的julia層次中 那我想要產生出一個42 就是產生一個42加y的這個expression的時候呢 我可以直接把 用前號x這個動作 把外面的x這個指數帶入 這個動作叫interpolation 可以接受 你把外面的東西 把外面的東西帶進來 把外面的東西帶進來 那就用前號x來表示 很直接 很好理解 好 那 A 它有一些語法呢 可以幫助你展開 比如說 你今天要做的東西長度不定 那我們有一些語法 有 有語法呢 能夠幫你展開整個完整的 比如說 你給它一個vist 幫你展開 在你的整個expression裡面 好 假設我的A 是個array 它裡面有三個symbol 那我今天呢 想要把我的expression寫成一個f 然後裡面有function code 或者說 比如說 這邊是個什麼數學的function 我想一下 有什麼數學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會吃三個參數 好 隨便 好 假設是sum sum 就加起來 那我想要sum xyz 那這時候你在產生你的expressio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說 我的A要在這裡面做展開 這叫splatin OK Splatin OK 好 所以這樣也很直白 看得懂 很簡單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剛看完了interpellation 我們已經會interpellation 然後知道expression怎麼建立了 然後接下來呢 是關於一些evaluation更detail的介紹 我的evaluation的scope 該怎麼鑑定 我今天在我打開了repl之後 就是我打開了julia的repl 就是我打開了julia的show之後呢 我在這裡 對不對 我在這裡 那請問呢 我實際上是在哪一個scope裡面 跟各位報告 其實你在一個module叫做man的scope裡面 好 那 這個scope裡面呢 一個scope裡面有它的global variable 也就是說scope裡面有一些global變數存在裡面 對不對 你可以放global變數進去 OK 那今天julia的eval會影響的範圍是現在這個module的global scope 簡單來說 我在這個module的global scope宣告一個who等1 那我今天呢 在這個1裡面對who做修改 我今天有個expression 這還沒執行嗎 這個expression是對who做修改 然後我在這裡 我在man這個module裡面去執行它 去考了我政治程式 那考完之後呢 我的who實際上就會被做修改 OK 實際上做給各位看 很簡單 我這邊 我這邊有個who等1 好 現在who是個1的面數 那我實際上呢 我希望 我的meaProgramming裡面有一支code 它裡面 對who做修改 好 這時候我的who還沒改動 可是在我eval完之後 eval完之後呢 我的who 對 對 我的who就會被改動 因為 我的evaluation 一邊有它的副作用 作用的範圍 在於我現在所在的這個module OK 好 好 很簡單 好 所以大概知道 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 這個東西可以有副作用 所以好玩的事情要來 我可以做一些很奇怪怪的事情 好 比如說 我今天 我今天有個function 是定義在這個module裡面 但這個module裡面呢 會對 是用eval的方式 對外面的副產 跟副作用 或是我今天這個function呢 裡面 可能再透過expression 再去定義了另外一個function 那 定義出來的這個新的function呢 它屬於的scope 就屬於 現在module的global scope ok 所以你eval的東西都會跑出global 好 所以你是可以對你的module有side effect的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假設bar這個變數不存在 那你應該可以預期得到 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會跳出個arrow 就是說bar這個變數不存在 ok 所以我們示範給各位看 我會按到這邊 好 假設我們建構了一個expression 它裡面就是bar 然後裡面對bar做一些操作啊 然後我現在就直接去跑這次程式 那實際上它跟你說bar不存在於這個scope中 ok 好 好 很簡單scope的問題也很簡單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點實際的example 那各位會怎麼使用這個expression 的一些construction啊 expression加上eval來建構我們的metaprogramming 好 好 我們現在呢希望有個helper function 這個helper function呢 因為在Juilla中自定義一些type 就是用struck的這個關鍵字來進行 進行定義 假設我要定義一個新的type叫who 一個新的type叫mynumber這種東西 那你定義完這些type 他們的printing都不太好看 那我們希望有個helper function可以直接幫你處理 一旦新定義完一個新的type 它可以直接幫你建立相對應的printing function 那透過metaprogramming來幫助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好 所以給各位看實際上用起來應該長怎麼樣 你這邊在定義一個新的type 是不是用struck這個語法 那你定義完新的type的時候 你tring out它的一個instance 你new了它的instance 叫小寫bar 那小寫bar 它的evalprinting的東西很醜 像這樣 那我們現在希望有一個helper function 叫make sure 那helper function呢 裡面就是告訴他說 我針對這個新的type 我只想要讓它在printing的時候顯示 顯示這兩個欄位 OK 我的bar已經有三個欄位 我只想讓它顯示兩個 那原始的printing function長在這裡 對不對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 所以讓各位看一下實際的狀況 所以我們說 假設有個struck叫做bar 那bar裡面呢 有一些 有一些欄位 反正就是隨便 你有一些欄位 那可能還會欄位叫make 隨便 好 那假設這邊就是呢 字串 好 我們定義了一個新的資料結構 那新的資料結構呢 假設我們就 new 一個新的資料結構的那個東西起來 假設它叫做forse 然後paste 好 好 我們這個b的printing很醜 那我們現在 原本的做法該怎麼做 原始的 對於julia來說 你要去自訂一個type的printing 你必須做一個overloading的動作 你要去overloading一個show function 然後跟它講說 我overloading的這個show function 要針對bar這個type 去做overloading 對不對 我的第二個態度是bar 形態是bar 所以我要針對這個 這個型態 我自訂一個新的型態去做overloading 唉唷 忘記寫 function 好 我要去訂一個新的方式 好 然後比如說 我在這裡面就要去print 欸 比如說 可能很簡單的就是print一個 一點 它有什麼單位喔 喔 Magic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換行 然後 我可能又要在print一些 奇怪怪有什麼的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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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樣 會 假設這樣 然後 你做完這個overloading 你就會發現你的bar的printing變了 欸 我這是改錯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喔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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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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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到了 好,可以長這樣 我就是定義完之後 我剛剛定出來的一個新的資料結構 一個新的Type,它的Priming是不是就被我overload掉了 override 掉了 我每次都要去定這個新的方圈很累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MegaPriming來幫助我 假如我現在隨時手邊User就拿出一個新的Type 然後馬上就要有漂亮的Priming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希望Priming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我就是定義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會幫你去override這個Base點秀 這個Function會幫你overrideBase點秀 那這個Base點秀是個 這個裡面的FunctionBody呢 就是一大堆Print OK 好 那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大堆Print的Expression 那 有幾個欄位呢 比如說有幾個欄位 我們叫Print的幾行嘛 那 所以我們就是用透過這個List Conversion 去產生 一大堆的Print的Expression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Print的Expression呢 塞進這個Base點秀的FunctionBody裡面 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嗎 這邊會不會很難理解 好 簡單來說我們想要這個嘛 這個是我們要override的Function 那 這邊呢 是實際上FunctionBody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FunctionBody長什麼樣子 來自於User說我想要顯示哪幾個欄位 可能有三個有兩個可能有五個 那如果有五個 是不是就要寫五行Print 那我們用4回圈去產生N個Print 然後再塞進去 OK 這是個Expression 那你練的Detail 比較複雜 沒關係各位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好 各位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來自於各位看 所以呢 假設我們定義了一個 就怎麼接上 好 假設我們定義了一個Function 雖然說它的排版怪怪的 好 好 我們定義了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呢 會幫助我們做Meta Programming 做出一個很神秘的Expression之後呢 會去執行這支程式 這支程式會負責幫我們 overwrite base.show 好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啊 show 我要說我要bar 然後我只希望它顯示 B這個欄位 跟只希望顯示A這個欄位 好 然後從此之後呢 我們的bar就 它的show就會變成這樣 OK 所以可以接受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好 那往後如果今天 User又拿了一個新的Type 假設叫做ABC 好 那ABC也有N個欄位 那你只要透過 你這樣一個Mate Show的 Helper Function 就可以幫你完成 這種Meta Programming的工作 OK 所以各位就不會 比較 可以減少 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 你寫重複Cover的工作 因為你是用程式來產生程式 好 這是我們心中想的Meta Programming 好 所以這樣可以感受 要不要停一下 讓各位看齊眼 或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這邊跟得上嗎 我們還有時間嗎 好好 OK 請說 這個show 這個show 那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 如果你從外面 你從外面做 OK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在做 這邊是個expression 我們在做interpolation 如果你從外面 塞了一個symbol進去 它會直接變成 它會直接變成一個 那個常數的字串 如果我們今天希望塞進去的東西 是個symbol 那就要特別quote起來 怎麼說呢 好 今天 今天假設我有一個變數叫做s 它是個symbol 那它的叫sym 好 sic 那我們今天在做expression interpolation的時候呢 假設我們希望 這個前號s加1 那你會看到什麼 唉唷 看到什麼 對啊 這個要怎麼寫掉 好 好 沒關係寫掉 好 你會看到我們 吐出來的expression 理念是 理念代入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看起來像一個變數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今天希望 代入的東西 是一個symbol 那我們必須做一個 escape的動作 那這個escape的動作 怎麼做呢 我們必須這樣 比如說叫quotes好了 然後把它包在cordone裡面 然後跟它說 這邊是個s 這時候我們在去做代入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個symbol 它本身在這邊是個symbol 所以你必須做一個跳脫的動作 可以接受來做什麼 所以這個cordone只是做一個跳脫 所以可以看一下這兩行的差異 所以你一個是代入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identifier 另外是我真的要代入一個symbol 好 所以呢 這個code稍微複雜一點 各位有興趣可以再拿頭影片回去研究一下 好 還有什麼問題 OK 好我們繼續 接下來要講的東西是 julia這邊的macro 那julia這邊的macro呢 是一個 簡單來說 macro它其實很像一個function 那它其實某一種程度上是個function 那只是它做的事情有點多 它不但會 它看起來像個function 所以它會吃參數 然後它會return一個expression 並且return完之後會執行它 OK 拿到return的expression之後呢 這個expression會馬上被執行 就會馬上跑evil這個動作 OK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最基本的macro 最基本的macro長得這樣子 欸我們這邊有個macro嘛 用關鍵字macro進行定義 然後定義了之後呢 你看我們的return 就是data 我們會return一個expression出去 然後這一個expression就會馬上被執行 那它使用上必須加一個at 然後at 然後這個macro的名字 然後後面看起來就長得很像function code 因為就是後面可以擺參數也可以不用 好 好 所以我們先擺參數進去給各位看看 那如果呢 假設你有個macroamp 那它接受能夠吃一個參數 然後這個參數是什麼 我們先不管 那它吃的這個參數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一個expression 那我們針對這個expression呢 把這個name呢 把這個name呢 塞進去 ok 所以你吐出來的 吐出來的這一個expression 被執行了 那效果就會看起來很像這樣 ok齁 ok齁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 有一些debugging的tool 可以幫助你 觀察你的macro到底吐出了什麼expression出來 有一個 營養的內建 før個 叫做macro expand 然後macro expand這個macro可以幫助你debugging你自己的macro 它本身也是一個 一個macro的方式 使作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我 問它說 或是什麼 它這個macro的續作型 它吐了這個 然後macro expand方向你debugging 各位進去可以看一下 好,那這邊提一下macro的用法 macro的用法其實有一個synthense sugar 如果你macro後面接參數 那你可以很懶的用空白格開 而不是像方向後用括號 這個只是個sugar 就是比如說你macro 你的macro假設能夠吃三個參數 那你三個參數分別用空白格開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 就直接可以這樣寫 那這只是個synthense sugar 好 那同理 剛剛的macro expand 他本身自己是不是一個macro 他本身自己是一個macro 所以後面的參數全部可以從空白格開 然後就可以完成一下效果 好 嘿嘿嘿幾多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macro expand 去macro expand 噢 應該可以吧 全部我沒有這麼做過 你應該可以在macro expand 去macro expand 然後就會知道他怎麼做的 呃 應該是這樣沒錯 可是macro expand 如果不接的東西 會噴 error 好我們來看一下 都會發 應該會看到他怎麼吃過 沒有欸 後面還 後面還 嗯 好 那我們隨便結個macro 叫show 呃 呃 就是他只是個 比較複雜一點的版本 呃 比如說 這樣啊 他只是 show這個macro 只是會幫你做這些事情 好 先不管 好 好 所以呃 我們回來想一下 我們剛剛前面的那個例子 我們前面的那個 那個 make sure function 可不可以以macro的方式 寫 可以 然後你就會省掉一些 就省掉個幾行 那省掉了 省掉的是幾行 包含 你那個expression 拿去做Ever 所以你的程式會變得 比較好看一點 OK 然後你在使用這個macro的時候 也會比較好看 好 所以這個程式基本上跟上支 上支 方權是一樣的 這個macro跟上支 方權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呢 因為他不需要再做DBL了 你DBL是macro內建的行為 好 那這邊 好 那這邊可以稍微 提一下整件事情 所以你的macro在整個執行的時候 你上面的東西其實屬於parse time 那以下return的東西會被DBL 沒有跑 所以我會說底下的code 底下expression的code 是放在run time run time跑 那這樣有什麼明顯的區別 這樣有一個很明顯的區別是 你今天macro在上面做 只用做一些判斷 做一些檢查 檢查你只要return 足夠精簡 或是足夠hyperformance的code出去 執行就好 你可以把parse time 或是compile time 跟底下的run time切開 這是macro想要帶給你的東西 可以接受來說什麼嗎 比如說 如果你以傳統的寫法 假設你不用macro 假設你就用if else 硬幹 我要做一些判斷 然後跑線code 那 你可能 在跑的時候 就是整包一起跑 那 Giliac可能 compiler沒有辦法 沒一定有辦法 這麼好的去做優化 那如果你的code變輕簡 那其實優化的機會 或是你給它不夠的資訊 Automization會變好 所以如果你只return 某一些必要的code 才return出去的話 macro可以幫你 幫助你這樣做 把你的parse time 跟你的run time切開 講到這邊大概ok 所以我們介紹完 前面的eVL 前面的expression 然後前面的macro 大概可以跟上 好 那 這個應該是倒數第二個東西 再來講個比較大的重點 是關於 non-standard的street literal 那 street literal是什麼 其實就是street的那個 至算常數 那 在Giliac這邊 提供一種方式 用macro的實作方式 來幫助你 自定義一些有沒的street literal 比如說 比如說 Giliac這邊有一個 很常用的street literal 叫做 V ok ok 那這個V呢 有什麼特別的呢 那 我們舉一個例子 像譬如說 版本號這個變數 它就是用個V來表示 比如說我們希望 比如說我們現在 隨便亂寫一個版本號 然後前面用V開頭 後面是個street嘛 對不對 那這樣我們會說 它是一個 non-standard的street literal 那 這樣一個non-standard的street literal 它幫你做了一些事情 那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種東西回傳的type 是什麼 它是一個自定義的type 它的type 它叫做 version number 意思說你的user 可以寫一些很漂亮的street的語法 你前面只要告訴他說 這個是某一個 某一種street literal 好 這樣version number 各位一定沒感覺 給各位看一個資料結構 叫做 還有id id也是用street literal 在julia中也是用street literal的方式 使作 那 這個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 pore a circuit 進來 好 sarcus進來 那 在julia已經定義 id這個資料結構 其實定起來就長這樣 比如說 1.2.3.4 沒有 太多了 好 那這樣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id的object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儲分一下 比如說我們有個object 叫x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type 它的type就是一個id default object 然後這個x呢 你說底下一定有很多欄位啊 x點什麼啊 就是它的 它這個資料結構 本身底下有什麼 就該有什麼 那 user可以用透過這種方式 來construct一個type出來 那用這種non-standard的street literal 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 JR Code 可以寫出這種 比較像dso的東西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的東西 那可以用透過這個street literal 來完成 可以嗎 OK 所以各位應該可以接受 比如說前面掛一個id 後面的字串 就會被經過某種處理 那 這件事情呢 是透過macro 是透過metaprogramming來達到的 好 這邊就是那個理解 好 那 這件事情呢 怎麼處理呢 實際上你要定義的macro 長成這樣 假設我今天定了一個foo 底線str 那 假設它裡面做的事情是 把你的字串去不反轉 假設啦 假設 這個只是這個demo 好 那 你的user只要很簡單的寫foo 然後你給了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 就會自動被反轉 好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來 做出 non-standard string literal 我們 Demo給各位看 假設呢 你定義了 我怎麼 不是啊 好 假設你定義了這種東西 對不對 好 我們的定義長這樣 呃 這個return 最後的return可寫可不寫啊 寫 寫了整個比較明白 好 這個return可寫可不寫 然後 呃 我們去定義了這個 這個 這個特殊的macro 那我們 從此之後 我們的程式就新增一種特殊的 特殊的 特殊的string literal 那 你就可以去 這樣 完成metapology OK 可以介紹來做什麼嗎 OK 好 給各位看 五秒鐘 停一下 OK 好 哦 這邊有 忘記 好 最後一個topic 最後一個 Julia在metaprogramming中 一個重要的feature呢 叫做generated function OK 呃 關於generated function呢 呃 關於generated function呢 呃 呃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目的 他想要幹嘛 我們先講一下 OK 今天呢 因為我們希望根據不同的type 資訊 來動態的產生不同的function body 原本 欸 假設我們 原本我們怎麼寫後 如果我們今天假設要處理integer 跟處理float 的function 不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就寫兩個function 做overloading 對 這是我們習慣的做法 那今天呢 在julia中提供你一個東西叫generated function 那 你可以透過generated function 動態的修改你的function body OK 來達成 比如說 假設你的 你處理兩種態 的integer跟float 假設非常接近 極度接近 可能你寫了100行code 另外一邊也寫了100行code 可能只有其中有兩行要改 根據float跟integer的差別 可能只有兩行要改 那這時候你就會覺得copy很累 OK 那可以用這個generated function 來幫助你做這些事情 好 那 generated function呢 就是會看到 假設他看到一個新的type組合 他看到一個新的type組合 然後在裡面做一些事情 前出你嘛 可能就做一些parsing 然後parsing完 給你一些資訊 你可以做判斷 換上了之後 根據programmer怎麼寫 他就怎麼產生 那產生出來的那個新的東西呢 function body就會cache起來 下次直接使用 OK 好 一個非常簡單 但不切實際的 這個大家應該會寫成兩個function 但是demo用 好 好 就假設你有一個function 叫做bar 你這個bar呢 針對bar的那個input 是一個x x是什麼 反正就是個面數 那你這個x的type 可能是個integer 這個就是x x是integer OK 假設呢 x是integer 那他就會回傳x的平方 這個expression 那 如果x不是integer 或是什麼奇怪的話 你直接回傳x 假設你做了這樣的事情 OK 那 在generated function呢 你前面必須加上個generated macro 那他會幫你 這個function呢 你就這樣寫 那寫完之後呢 你在使用上 使用上跟一般的function 看起來沒有什麼差別 那 但是呢 他會根據 他會根據你的type資訊 你這邊會拿到一個 根據你這個integer的type資訊 拿去處理 OK 那 他根據的type資訊 只要x 只要x 比如說是integer 他進來 以前沒有產生過integer的function body 他就產生一次 跑完底下的時候產生一次 那如果 沒看過這個type 那 他就會跑完 已經看過了 已經看過了 他就直接使用 沒看過了就會跑完底下 然後產生出 對應的function body OK 那你會說 這樣stage起來有什麼好處 這樣實際上是針對 比如說我針對不同的type 的組合 我可以 突出特定 optimization過的 function body 比如說我可以突出 非常經典的方形 body OK 那一樣 這是MahfulRain 想要給我們的東西 好 我問一下 他可以 他除了兩種 他有的辦法 再根據 就是整數 然後 多數點數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就是 顯示 換例是兩個 對對對 你這邊就一直加 其實也可以嘛 沒有人規定嘛 反正你最後 你最後回傳出去的東西 四個expression 配備執行就好 OK OK 那我問一下 如果他產生那個case版本 注意啊 這個share 看到他 那個 捲出來的樣子嗎 可以 可以看到捲出來的樣子 OK 這邊 做給各位看 好 如果 假設以這個case的話 我就直接複製啦 好 bar這個名字不好 有變數讚 那 我們換個複製 好醜喔 好啦 假設叫做 g啦 g啦 然後叫f也可以 g啦 隨便 反正大家可以理解 喔 拍板搶剝針 好 那 欸假設我就定了一個這樣的generated function 欸我是不是 複製到什麼奇怪的 奇怪的符號啦 我是不是可能要重達 我常常複製會 會遇到一些奇怪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符號不是 不是我想像中文的符號 不是我想像中文的符號 欸還是不行欸 好怪喔 呃 好 空檔 好 照照 是不是那個大語 小語有錯 哪一個哪一個 喔你說 沒關係啦 我都已經在打了 好 或是這邊可以這樣寫 然後就會回傳 我們寫return好不好 大家比較被解 寫return 寫return 是這樣 好 我們就定義了一個這樣的g 這個g這個generated function 那我們會問他說 欸這個g呢 扣的lower成什麼樣子 這個是場拍的那個lower 就是扣被化解成什麼樣子 這個是場拍的那個lower 就是扣被化解成什麼樣子 就是扣被化解成什麼樣子 比如說我們傳了一個integer 1 好 他就跟你說這個code呢 被lower成這麼精簡 所以我可以寫 只有這一行 就是replm 欸不是integer嗎 嗯 我是不誤會的 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好啦 乖乖這樣寫啦 可能是我誤會了 好 好 那改名叫etune 好 那我就跟他說 欸扣 lower一下 扣 lower的一個etune 然後他傳入這個integer 那他就跟你說 OK 這個會去做這個四方的動作 好 那如果你今天傳一個伏點數 點0好了 那你就會看到他 扣的lower成這個樣子 OK齁 所以儘管你的generated function body 很大顆 可是你可以透過meta program 去亂組 組出你要的特定的function body OK 所以meta program 可以做一些很神秘的事情 就是各種方 expression一直操作 拔掉裝進來 各種事情 都可以做 好 這個是 Julia給你的generated function 那 欸 這個generated function 根據type的資訊 可以做很多 呃 特定的優化 比如說 呃在Julia呢 的standard array 裡面就很多 比如說針對一維array的優化 針對二維array的優化 差不多三維以上就不優化 這種事情 很常見 那在Julia裡面很多 就是 很多generated function 的用法 在Center library裡面 OK 本身就要這樣 好 最後呢 關於這個主題 各位有什麼問題 欸 請說 我想請問一下 generated function跟macro最大的差別 OK 呃 generated function跟macro最大的差別是 欸 macro 不會 有沒有cache住 function body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 呃 macro是你叫它跑 它就從頭上面 passing完然後 跑一下的expression 它是這樣子順序它的 可是generated function是 不管這件事情 它會 呃 它看過的type組合 就會記起來 就會可以記起來 來加速 加速我下一次的方面call 所以說是 我講過來說 對julia 沒有 它是compile 算是compile 當然還是 不是 那 再兩遍 就像這個 有的理由 它需要compile 哦 呃 你說julia這個語言嗎 呃 julia實作上是需要 需要compile的 julia在實作上 簡單講 簡單講 是 所有的julia code 是以function為顆粒基礎 去做 去做jip 去compile ok 那julia做jip的方式 跟java一樣 是method based 以method為單位 看到一個method 新的method 就去幫它做compile 然後 做 做一些 那個 處理 那 呃 在julia看到新的方式的時候 就會compile完 然後compile 東西 底下呢 底下都是叫lvm去做cojack ok 可是它必須compile出lvm的ir 然後才能完成後續的code 然後才能跑在你的機器上 ok 現在說是generative function 它 它的好處是在compile time 對 你可以在compile time 時間做很多奇怪怪的預算 比如說 在上面鍵表 然後底下就expression直接輸出 可能expression裡面是做x表 這種事情 它可以 可以把時間壓在compile time 就是如果你上面做一些奇怪怪的事情 ok ok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關於 往後那個code的lowering啊 你可以再去看 比如說 如果你想要知道lvmir 你可以問他說 這個東西的lvmir是什麼 ok 然後或者是最後 如果你想要看er senry 就看coated 會有 會有他相對應的 senry ok 在這邊 好 ok 簡單講一下 在剛剛前面那個function 跟補充一下 在這邊的x 在還沒帶入這裡的x之前 這邊x只看得到type資訊 因為對compile來說 他在compile time 他只知道x是個type 但還不知道x的內容 generated function 你念的時候 x是看不到內容的齊 但如果這邊你是個macro 那x的值他是看得到的 但對於一個generated function來說 這個x 這是compile time 這邊的引途都是compile time 底下這個expression 輸出之後才會被進行 所以compile time的時候 compiler只知道這個東西 是個integer 他只知道這個詞訊 所以他不會有內容 他不會知道x的值是什麼 ok 所以我們才說 canertate的方法呢 是針對type做處理 針對type的資訊做處理 ok 好 好 那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